大家好,欢迎来到奇趣乌托邦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冰玉火之歌和权力的游戏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布兰斯塔克 他是怎样从一个活泼好动的少年 经历了重大的创伤和转变 成为了一个拥有神秘能力和巨大影响力的绿仙之河国王呢 如果你也想知道答案 就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且点赞分享哦 布兰斯塔克的人物发展反映了这个故事中的一些主题 比如命运、权力、牺牲和选择 命运是布兰斯塔克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他被塞眼乌鸦选中 成为了绿仙智的继承人 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被詹姆兰尼斯特推下塔楼 导致了他的残疾 也是他无法预料或阻止的事件 他在梦境中看到了过去和未来的影像 但却不能改变它们 他在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的结局中 成为了铁王座的继承人 也是他没有主动争取或拒绝的结果 布兰斯塔克似乎是被命运所驱使 而不是自己掌控命运 然而 布兰斯塔克也并非完全被动或无能为力 他在面对命运时 也做出了一些重要的选择 他选择了接受自己的能力 并跟随三眼乌鸦的指引 他选择了离开林东城 寻找三眼乌鸦 并与弟弟瑞肯分开 他选择了不杀斯西恩格雷乔义 而是原谅他 并让他去救出珍妮普尔 他选择了不揭露穷恩选落的真实身份 而是支持他成为北京之王 布兰斯塔克在命运给予他的框架内 也展现了自己的意志和判断 权力是布兰斯塔克身上体现出来的另一个主题 他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 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 可以与动物和植物相通 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控制他们 这些能力让他有着巨大的权力 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代价 布兰斯塔克必须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自己的能力 不滥用或滥用他们 他必须学会如何平衡自己作为一个人 和作为一个律先制的身份 不失去自己或忽视别人 他必须学会如何承担自己作为一个国王和领导者的职责 不放弃或滥用他们 牺牲是布兰斯塔克在成长过程中 必须面对和接受的现实 他为了自己的能力和使命 牺牲了自己原本可能拥有的生活 他失去了行走 骑马 成为骑士 结婚生子等等普通人所享有的东西 他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母亲 哥哥 姐姐等等亲人的陪伴和关爱 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亡国 民众等等原本属于他的东西 他甚至失去了自己的感情和人性 变得冷漠和遥远 古兰斯塔克为了成为绿先制和国王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总之 古兰斯塔克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人物 他的人生经历了许多挑战和转折 他的人格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和冲突 他是一个被命运所选择 却也有自己的选择 拥有强大的能力 却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做出了无数的牺牲 却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的人物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人物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你们对布兰斯塔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 就请点赞分享吧 也别忘了关注 感谢你们 下次再见 点赞 关注